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宁 果然是你 那日 我与姐姐同上金陵台 便被金宗主关了起来 然后 我的记忆便越来越模糊了 就好像 被人关在一个漆黑的地方 会有人来查看 直到 听见公子你的笛声 那你是被何人禁过 又是何时被这刺卢丁所控 这些你是否还记得 温宁 你这是干什么 公子 对不起 这么多年了 你还要这样子吗 也行 公子 走 你看看你 早像现在这样挺直妖感讲话 不好吗 当年兰陵金事对外宣称 已将你姐弟二人挫骨扬晖 现在你这鬼将军 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你这总这么挂在身上 叮铃光浪的也不是办法呀 得找一把仙剑给你斩断了 这样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先回客栈 如果兰湛还醒着呢 那就算了 如果他睡了 我就借他的避陈用一用 好 兰湛 你醒了 我刚刚是说 借你的避陈一用 绝对不是偷拿 兰湛你 兰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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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喝醉了还跑出来 回去睡觉 兰湛 这是急 所以现在是有问必达时间 嗯 那你有没有喝过 云深不知处的天子笑啊 不 那你有没有放过劲 有 那你喜不喜欢兔子 喜欢 喜欢 兰湛 你总算承认了 你为什么帮我 我又会 什么回 不如 叶天 没有和你站在一起 所以这些年 你一直在找我 兰湛 你记住了 这件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判处 我修鬼道书法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明白了吗 兰湛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兰湛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兰湛 兰湛 你确定好兄弟指的是这个方向 你确定好兄弟指的是这个方向吗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来给你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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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了怪 这条路不像有人走的样子 兰湛 不如去问一下那些村民吧 大叔跟您打听一下 这条路是通往什么地方的 这条路我通的是一城 那个地方晦气得很 住在这城里的人 要么短寿要么恨死 久而久之便得了这一城之名 谢谢大叔 客官慢走啊 是个指人头 看着应该是名阴历室 留神 戒备 谁 金灵啊 死追 怎么又是你啊 我还想问怎么又是你呢 莫公子你也在 那是不是韩光俊也来了 一定来了 那是必尘吧 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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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们先告诉我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不要告诉我 你们是一起结伴约好了要来叶列啊 这里怎么这么奇怪 一个人都没有 嗯 晴天白日 妖物弥漫 而且没有一家店铺开门 这不是重点 先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进城之后 雾太大担心走散 便聚到了一起 忽然之间听到了这种声音 当时并没有这么快 一下一下想得很慢 还在前方的白雾里 朦胧看到一个矮小的影子 慢慢走过 冲上去就消失了 之后 这声音就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进城后 一直沿着这条路走 从没变过方向 谁知 却一直走不出去 有没有尝试 遇见飞上去看看吗 试过 我感觉 往上飞了很长一段距离 但其实并没有上升多高 而且有一些 模糊的黑影在空中流窜 不知是什么 我担心无法应付 便下来了 怎么不说话了 进言 不就是 鹰虎符 怎么会 不是我操控的鹰虎符 我操控的傀儡 绝对不可能 这么轻易被斩断 看来我之前想的没有错 果然有人复原了鹰虎符 不过只是半块而已 威力还没有那么大 想抢我的乾坤袋吗 可是你眼神不太好 拿我的锁铃囊干什么 蓝湛 装神弄鬼的来了 蓝湛 你受伤了 怎么可能 也对 我们往这边走 刚刚吸进了粉末的人怎么样了 他们有点站不住了 把舌头给我伸出来看看 那些傀儡身上被人下了毒 恭喜你们 中毒了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也算是一种老来谈资 人生阅历嘛 莫公子 他们会有事吗 现在还不会有事 不过 等到毒流进血里 流遍全身 流进心脏的话 那就没救了 会怎么样 死人怎么样 他们就怎么样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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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治是吧 好 那就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起 每个人都要听我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听 好好好 好 都给我站好了 没中毒的 扛着中毒的人走 如果是抬着 记得头和心脏 一定要朝上 我能走啊 为什么要抬着 小哥哥 如果你活蹦乱跳呢 这血液的流动速度 就会加快 它流进你心脏的速度 也会加快 所以 一定要少动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走 店家 我们出来跪地 雾太大 有些迷了方向 走久了 有些累了 不知道能不能借店家的店 歇个脚啊 我这店 不是供人歇脚的 可是店家 你们这个地方 其他的店 也没有人在了呀 店家当真 不能通融一下 他 他竟然真的肯让我们进去 废话 我脚卡在这儿呢 他想关也关不上 再不让我们进去 我可要揣门呢 婆婆穿针 为何不燃灯啊 我来吧 我来吧 後邊,自己用吧。 多謝。 多謝。